夏莲是四阶大神官 所掌握的情报 肯定要比他一个玩家多 光是知道 划破永恒之物是什么 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我再等一等吗 石峰看着陷入石板里的划破永恒之物 陷入沉思 现在划破永恒之物已经觉醒 他随时都可以去接受传承考验 完全可以再积累一些实力再去挑战 这样 他通过的把握就更大 怎么说 也是剩十大传承 如果失败 后果肯定是可怕的 说不定就像是夏莲所说的 死 天倦者是不死的存在 可以无限复活 但是夏莲还会说出这样的话 证明失败的代价 让玩家无法接受 只能删耗重链 等实力大幅提升后 再去挑战传承 无疑是最稳健的做法 但是神域厮杀了十年 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 在神域生活 如同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光是稳健还不够 有时候想要进一步突破 必须冒险 而且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 风险与机遇并存 越早获得圣识大传承 意味着十分计划的成神之路 也会容易不少 原本十分 对于晋升五阶职业的把握 就不是很大 不知道要做多少准备 更别说六阶神级职业 那可是神域的最巅峰 岂是那么好办到的 十分对于自己的精良很清楚 他现在厉害 不过是仗着多完了十年神域 在成神的路上 可不是说多完几年就能办到的 如果他早早 就转职成为圣识大职业之一 再加上他想好的计划和准备 对于成神无疑又多了几分把握 十分直接走向滑破永恒之物 随即一手抓起金色的剑柄 想要提起来 但是不管十分怎么用力 滑破永恒之物就是拔不出来 倒是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 系统 是否接受传承考验 存在剩余时间23小时54分 原来如此 十分微微苦笑 滑破永恒之物 根本就没有想过 给他太多时间去提升 十分选择了接受考验 顿时滑破永恒之物 就绽放出了金色的神光 一下把十分包裹住 随后就吞噬了十分 而房间内滑破永恒之物 也随之消失不见 空间传送 夏莲看着消失的十分 和滑破永恒之物 目光中带着惊恶 整个剑星之塔 都有了一个强大无比的节节守护 在这里任何传送魔法都无效 不管是出去 还是进来都不可能 可是 滑破永恒之物 却轻易办到了 希望那个小笨蛋 能通过考验吗 夏莲看着十分消失的地方 淡淡一笑 光是为了唤醒 那把剑 就让我虚弱到这种程度 又要休养好一段时间了 只要他五百斤 真是太便宜他了 下次遇见他 一定要连本代理全部拿回来 而十分本人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眨眼的时间里 十分就来到了一处昏暗的平原 这里 不管在天空中 在地面上 到处都是剑 完全是一个剑制世界 而在平原的远处 耸立着一座直通天际的山峰 在山峰之上 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就像是整个昏暗世界的一点光亮 系统 玩家发现了原界剑雨 系统 玩家处于特殊世界 玩家所有通讯系统都将关闭 无法与外界通讯 原界剑雨 果然是星号星号 在神域之外的世界 十分想要打开系统地图 可是打开后发现 系统地图什么都不显示 玄机环是四周 除了平原 还是平原 一望无际 而且越是远离山峰的地方 越是黑暗 看来唯一的出口 就是那座山峰上了 十分又看了看地面上的 插着的利剑 全都是不可移动 不可携带的物品 有些类似于建筑和花草树木 不过和花草树木不同 要是被剑刃所触及 可是会受伤的 虽然每次的伤害 只有一百点 不是很高 但是触及多了 还是会死人 也就是说 在行走时 必须小心不要被地面上的 剑刃所划伤 对于悬浮在半空中的利剑 并没有什么危险 只是不要飞行就行了 可是这个想法 还没有过去一小会 十分刚迈出几步 数把利剑就从天而降 其中一把正好划过了 十分的手臂 造成了二百点伤害 我靠 这是要下剑雨啊 十分看着四周落下的利剑 一个个没入地面 此时十分才明白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 把剑插在地上 而且 来此天空的利剑 比起地面上的利剑 造成的伤害还要高 这是想让玩家 一边闪躲地面上的利剑外 还要小心来自天空的利剑吗 十分此时一动不动 静静看着四周 寻找着最佳上山路线 之所以要停下来寻找路线 是因为它之前移动了一下 结果利剑 就从天上掉了下来 很可能就是因为玩家移动了 所以 天空上的利剑 也会落下的设定 果然是这样的设定 十分等一段时间 果然天空上的利剑 没有在落下 不过十分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突然发现 地面上的利剑 开始抖动起来 一个个没入地底 十分感觉不对 死死看着脚下的地面 忽然数十把利剑 从十分脚下的地底窜出 飞向天空 十分的反应很快 立刻一个翻身跳跃 躲开了那些利剑的攻击 不过紧接着 天空上的利剑就落了下来 开玩笑吧 十分立刻抽出深渊者 和炼狱之影 抵挡飞来的利剑 一道道见光闪烁 把飞过来的利剑 全部击落在四周 看到这里 十分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是要玩死他的节奏 他不动休息 地面上的利剑 隔一段时间就会攻击 如果他一动 天空上悬浮的利剑 就会攻击 这种天地绝杀的模式 根本就不给玩家休息时间 或者说是非常短暂的休息时间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始终让玩家处于高度战斗状态 而且 十分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这些天空飞来的利剑 越来越精准 速度也比之前快了不少 这是想 把我活活耗死吗 十分嘴角一翘 微微有了一些兴趣 顿时把七要之界的空之环 换成了风之环 让一速提升四十 攻速提升四十 敏捷提升三十 随即冲向远处的山峰 十分移动的瞬间 半空中的无数利剑也动了 全都转头刺向十分 不过十分是什么速度 宛如一阵风 光是靠移动速度 就甩掉了不少利剑攻击 加上提升的攻击速度 轻松就挡下了诸多利剑的攻击 一路前行 可是十分跑了几分钟后 突然发现 不远处的地面突然裂开 一个个身穿银色铠甲的白骨骑士 从里面爬了出来 散发着惊人的杀气 正注视着他 白骨战将 死灵系生物 精英级 等级二十五级 生命值两万 银白色的盔甲 在这片昏暗的天空下 熠熠生辉 异常显眼 此时 十分被天空中悬浮的利剑疯狂攻击 骤然停了下来 而天空中的树石把利剑 就从四面八方 同时飞射向石锋 面对如此密集的攻击 只能站在原地不能动 就算是石锋 也没有把握全部挡下来 不行 这样挡不下来 必须加快速度 必须更快才行 石锋看着漫天的利剑 经过大脑的分析 和经验的判断 立刻就得到了结论 炼狱之力 使用炼狱之力后 石锋的攻击速度 直接提升100 石锋手中的深渊者 和炼狱之影 随即划出一道道剑芒 仿佛把石锋 整个都包裹了起来 只见从四面八方 飞来的利剑 被一个个击落 一直持续了两三秒后 飞射而来的利剑 才才被全部击落 散落在石锋四周 死灵系生物白骨战将 石锋开启了全只之眼 静静望着远处的白骨战将 对于白骨战将的具体情报 石锋是一点都不了解 如果单对单 22级的石锋对付起来 自然没有问题 但是对付一群 就算是石锋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而且天空中悬浮的利剑 也是相当大的威胁 两者叠加在一起 要了石锋的命 也什么奇怪 但是现在的石锋 并不知道在这里的死亡 是不是代表着 传承考验失败 如果代表为失败 那么就真完了 为了以防万一 石锋才停下脚步 思考对策 改道是不可能了 先试一试 这些白骨战将的水平吧 唯一的出口只有山峰 石锋自然不能后退 但是直冲过去 万一让自己挂了 可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 所以石锋用出了幻影杀 让幻影直接冲上去 是一世白骨战将的实力 借此观察一下 好让自己更好地去对付 而且可以防止其他的陷阱 毕竟是圣石大传承的考验 绝不能马虎 幻影分身拥有石锋七十的属性 对付一只白骨战 将是绰绰有余 眼看分身一边闪躲利剑 一边接近白骨战将 在距离四十码时 白骨战将并没有主动冲向分身 只是死死盯着分身的一举一动 杀气腾腾 好像随时都要爆发一般 分身顺手 就扔出了赤火飞星 击中了最近的一只白骨战将的腿部 造成了816点伤害 防御并不怎么样 不过在击中的瞬间 白骨战将就开始移动 冲向分身 不光是被击中的白骨战将 就连四周十多只白骨战将 也被惊动 齐刷刷地冲向分身 虽然白骨战将全身都是骨头包着白银盔甲 但是在移动速度上极快 四十码的距离 不过四五秒的时间就冲到了 不过时封的分身 也不是站着不动 一边撤离 一边使用赤火飞星攻击 在速度上 明显是分身占优 不过因为天空上利剑的攻击 让分身的移动和白骨战将快上一丝 让身后的白骨战将缓缓掉血 一切都很顺利 没有发现其他陷阱 而且 白骨战将的智商很低 除了简单的基本防御外 就是追着分身跑 不一会后 在分身持续的输出下 第一只白骨战将就倒在了地上 白骨战将虽然死了 但是并没有给时封带来一点经验值 除了少量的技能熟练度外 什么都没有 直到十多只白骨战将全部都死了 时封还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不过时封对此也什么感觉 这是传承考验 主要的目标是 通过考验 转不转经验值 拿不拿物品 并不是很重要 有了分身的试探 接下来 时封的行动就轻松多了 没有其他陷阱 白骨战将也没有什么智商和麻烦的技能 只要应对好来自天空的利剑攻击 剩下来就是封证这些白骨战将 分身只有本尊七十的属性 都能做到 根本说本尊了 时封本尊的移动速度太快了 一边可以使用赤火飞星 还能保持距离 随便使用风尾闪和裂地斩这样的群攻技能 消耗白骨战将的生命值 光是风尾闪的攻击 就是一片124217842439的伤害 一些不少白骨战将被打出了暴击伤害 生命值立刻掉到一半以下 看得都觉得爽 不到十分钟 数百白骨战将就化为了一地白骨 嗯 这些白骨是怎么回事 时封刚想要离开这片白骨之地 就发现地上的白骨开始晃动 随即聚合到一起 眨眼间 这些白骨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怪物 这个怪物 比起白骨战将的体型 大三倍有余 一手举着白骨巨斧 一手拿着一条又粗又黑的锁链 眼眶中冒着碧绿色的忧火 对着时封就是大吼一声 大步冲向了时封 每一步都能把地面踩得碎裂开来 力量恐怖无比 白骨巨人 死灵系生物 头领级 等级30级 生命值25万 怎么会是30级头领级时封一惊 立刻开启风行步 转身就跑 想要硬抗一只30级的头领 还在天空无数力剑的攻击下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白骨巨人的力量 一斧头下去时封就可能毙命了 就算侥幸躲开了白骨巨斧 天空中落下来的力剑也不是说笑了 被击中一下就是200点伤害 时封现在的总生命值 不过3000出头 最多被力剑击中167下 照样要完蛋 白骨巨人的体型庞大 移动速度也是惊人 哪怕时封开启了风行步 白骨巨人依然是紧追不舍 没有拉开距离 不过时封这里可不好过 一边顶着无数力剑 一边逃跑 为了不被力剑击中 总要出手抵挡 让速度受到影响 有时候 为了闪躲力剑密集的攻击 时封也不得不纵向闪躲 跑一个90度弯 但是在时封转弯后 身后白骨巨人突然乱了手脚 在转向时的速度骤减 反而让时封拉开的距离 而且白骨巨人的巨大身躯 因为突然转弯 反而替时封挡了几剑 造成了一个个200点伤害 我怎么忘了 这类白骨怪物 因为关节缘故 闪躲转弯 是都很不灵活 时封看到白骨巨人的情况后 淡淡一笑 白骨巨人不仅转弯迟钝 同样会受到利剑伤害 而且白骨巨人那巨大的身躯 天然就是一个最好的挡箭牌 想到这里 时封心中有了办法 紧接着一个180度大转身 冲向白骨巨人的身后 白骨巨人为了对付时封 也不得不转身 虽然转身的速度挺快 但是脚下的步伐却跟不上 直到站稳身体 挥出巨斧时 时封早已经闪到了 白骨巨人脚下的另一旁 天空中飞射而来的利剑 因为被白骨巨人的 庞大身躯给遮掩住 全都刺在了白骨巨人的身上 现在天空上的利剑 不仅没有对时封造成麻烦 反而成了助力 时封看到计划可行 也开始攻击白骨巨人 白骨巨人不管怎么转身 面对时封时 都会被时封绕到另一边攻击 不断要面对时封的攻击 和利剑的攻击 让白骨巨人的生命值速度下降 半个小时后 白骨巨人轰然散架 到死都没有站稳身体 击中过时封一下 反而成了时封的挡箭牌 为时封抵挡了无数利剑 这家伙还会爆东西吗 时封看到白骨巨人死后的地方 掉落了一张刻着神文的金箔纸 捡了起来 不过金箔纸的信息读取显示未知 于是时封动用全知之眼查看 传承之章第七页 由上古神灵所书写的传承之书 而散落下来的残叶 记录着古老的圣石大传承 一共有五十页 及其后方可获得圣石传承 职业要求 狂战事件事 原来是这么回事 看到掉落物品的信息后 时封算是大概明白了 就算他跑去山峰哪里 达到山顶 也不算通过考验 必须收集全传承之书的 五十页传承之章才行 不过既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的行动就容易多了 寻找白骨战将 在击杀白骨巨人 获得传承之章 于是 时封开始四处寻找白骨战将 虽然天空中的利剑 的确是一个麻烦 不过渐渐掌握闪躲规律的时封 已经不再是问题 就算对付大批白骨战将时 会被击中几次 也无伤大牙 时封一连击杀了 十二只白骨巨人后 发现了一个问题 白骨巨人 并不是一定会掉落传承之章 杀了十二只白骨巨人 才掉落了两张传承之章 掉落率实在不高 而且又不给经验值 还要不断闪躲利剑 很是消耗心力 非常枯燥 如果不是想着 有盛十大 传承在招手 十封绝对不会做这样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就在十封满山 寻找白骨战将时 白骨城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原本被白骨城众人遗忘的 暗星工会 突然宣布解散了 这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落大的工会就这么散了 就连之前一些联合暗星的小工会 也同时宣布解散了 原本众人还以为白骨城 从此将会走向四强争霸的时代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 完全超出了众人的预料 这些工会解散不过大半天后 白骨城里 突然就冒出来了一个 一笑倾城的分会 让人傻眼的是 原本暗星的会长唯我独狂 竟然成了一笑倾城分会的副会长 而且开出的福利待遇极好 比起原来暗星的待遇高了两倍 有余 完全一副割不缺钱的架势 之前解散的工会成员 也都纷纷加入了 一笑倾城的白骨城分会 一笑倾城的白骨城分会 建立不到半天 工会成员就增长到了三万人 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对外还不断招收新人 想着办法和灵异工会抢人 水色姐 一笑倾城太不把我们灵异放在眼里了 不去经营自己的枫叶城 跑到我们这里抢人 会长不知道怎么 完全联系不上 要是让一笑倾城这么抢人 不等我们明天开始招新 好苗子就被一笑倾城抢光了 要不要我们现在 就开始招人 雪焰看着很焦急 怎么说 灵异靠着声望 才把外城的玩家吸引过来 现在一笑倾城 就过来抢胜利果实 实在可恶 一笑倾城的野心还真不小 不过才拿下一个大型团队副本的手通 就想着打白骨城的主意 水色强微眼眸里闪着怒火 他倒不怕人被抢走 而是对一笑倾城嚣张的态度不爽 这明显是在挑衅灵异 一笑倾城 真当白骨城 是那么好知然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招心宣传 我倒要看一看 一个没有工会驻地的二流工会 怎么和我们灵异比福利待遇 在灵异工会 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招心后 整个白骨城也热闹起来 一个拿下了大型团队副本手通 又整个了白骨城岸心工会的一笑倾城 一个由新月王国第一高手带领 又有工会驻地的灵异 可以说是相当有看头 就连官网上 都有不少玩家在谈论 加入哪一个工会号 剑影哥 这个白骨城真有趣 明明只是新月王国的第五大城 却让新月王国 现在两个最火热的工会争夺起来 你说这些散人 会加入哪一个工会呢 女骑士班纠 看着狂战士剑影笑道 其他人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的目标从一开始 就是加入灵异 剑影对于两个工会的争夺 一定兴趣都没有 他现在只想着 通过考核加入灵异 让后和灵异里面的高手 切磋提升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想更多地请教黑炎会长 其他的事情 他一概没兴趣 而另一边 石峰在元界剑影不知不觉中 花费了一天的时间 终于得到了二十一张传承之章 嗯 那是什么怪物 石峰此时已经站到了剑峰山的山脚下 发现一只钢铁怪物 从山坡上缓缓走下来 好像在巡视领地一般 这个怪物虽然个头不大 只有两人来高 但是双臂和双脚都是剑刃 一身漆黑如墨的钢铁铠甲 身上到处都是尖刺 完全就是一个杀戮机器 石峰虽然想要查看这只怪物的信息 但是读取的信息为未知 就连观察之眼都无效 让石峰不得不用出全只之眼来查看 刀锋恶魔 恶魔生物 头领级 等级三十级 生命值三十万 看到是领主怪 石峰顿时兴趣盎然 白骨巨人是头领怪 就可以掉落传承之章 眼前的刀锋恶魔 也是头领怪 说不定也会掉落传承之章 这可比他先去清理一大片的白骨战 将然后再对付白骨巨人 轻松太多了 而且看生命值只有三十万 刀锋恶魔 最多比白骨巨人强一些 完全可以一世 当然 石峰可不会莽撞地冲上去找死 他能对付白骨巨人 全靠是因为白骨巨人转身迟钝 再靠天空上的利剑攻击 才会那么顺利 何况更强的刀锋恶魔 而且刀锋恶魔的体型并不大 看架势 也不像是一个转身迟钝的怪物 正面对抗头领级刀锋恶魔 根本就是找死 必须找到弱点才行 恶魔系生物 那么猎魔人称号 就能有压制效果了 先用分身试探一下吧 石峰想了想 把一骑当千的称号 换成了猎魔人称号 猎魔人称号 可以让黑暗系生物属性下降时 造成的伤害提升时 拥有相当大的克制效果 而恶魔生物属于黑暗系 所以一样有用 随后 石峰用出幻影杀 分身就冲了上去 分身刚接近四十码距离 就扔出了赤火飞星 一道鸿芒飞蚀而去 眼看赤火飞星 要击中刀锋恶魔的后心 突然一道黑暗闪过 击飞了赤火飞星 不会吧 这么厉害 难道无死角 石峰惊恶道 分身明明是对身后的死角发动攻击 但是刀锋恶魔 就像是后背长了眼睛一般 精准地挡住了那一镖 而且刀锋恶魔的反应极快 根本不是白骨巨人能比你的 石峰不幸没有死角 分身开启风行步 开始快速绕到另一边 再次飞快扔出赤火飞星 发出一连串猛弓 一道道火光飞射而去 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攻击 刀锋恶魔都能轻易挡住 而且速度极快 所过之处 留下一道道残影 不一会就站在了分身的眼前 刷刷刷 刀锋恶魔眨眼间挥出了数十箭 哪怕分身开启的玉剑回天 立刻就没了 甚至分身还没有抵挡几箭 就被干掉了 好快的箭 石峰看着死去的分身 心中一震 不过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石峰忽然发现 刀锋恶魔并没有恢复游荡状态 而是突然转向了他 直接冲了上来 同样是三十级的头领级 差距就是如此之大 石峰知道 肯定扛不住刀锋恶魔 直接开启风行步 转身就跑 想要尽快脱离战斗范围 一连跑出上百码的距离 刀锋恶魔还是紧追不舍 虽然石峰的移动速度 要比刀锋恶魔快 但是有无数天空力剑的牵制 让石峰的速度 并没有比刀锋恶魔快 让两者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三十码左右 而刀锋恶魔完全是一副 要追到天涯海角 至死不渝的架势 只要追上石峰 到时候 石峰就会会面对来自天空中落下的 无数利剑和刀锋恶魔的两重攻击 下场不言而喻 必须想办法对付他 要是被追上麻烦了 石峰看了看四周的地形 完全是标准的平原 一望无际 没有一点可以利用的地形环境 完全不给玩家可乘之机 但是随着石峰距离剑风山越来越远 天空中悬浮的利剑是越落越多 就好像在提醒石峰 不准远离剑风山一般 不过石峰此时可管不了那么多 停下来可就是一死 硬着头皮也要冲下去 在跑了一段距离后 身后的刀锋恶魔 忽然碰触到了落在地上密密麻麻的利剑 头上冒出了一个个一百点伤害 速度受阻 略有下降 原本头疼的石峰顿时笑了 眼看风行步就要消失了 石峰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张加速卷轴 接着往剑风山相反的地方跑 不过石峰这一次的跑动故意用S型跑法 刀锋恶魔想要接近 肯定就会碰触到地上的利剑 这样不仅让刀锋恶魔速度下降了 还不断受到持续伤害 但是想要对付刀锋恶魔也不容易 30万的生命值 战斗恢复每5秒回复1的生命值 也就是5秒回复3000点生命值 光靠地上利剑的伤害根本不够 所以石峰还会偶尔用炽火飞星攻击 但是刀锋恶魔的抵御能力太强了 扔出去的炽火飞星超过九成都会被挡下来 不过石峰偶尔的氛围闪和烈的斩 能对刀锋恶魔造成上千伤害 造成的伤害勉强超过刀锋恶魔的恢复 想要干掉刀锋恶魔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看来只能这么耗下去了 石峰对此很是无奈 不过耗费一些时间能干掉刀锋恶魔也算是很好的结果了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就在石峰进行着你追我跑的欢快游戏时 白河城也变得异常热闹 因为灵异工会终于开始招新了 一直等待想要加入灵异工会的散人玩家都激动不已 当众人看到灵异宣布的招新地点后 都不知道用什么表情来表达他们此时的心情 白河城占地面积最大 地段最好的紫阳古宅竟然是灵异工会的驻地 还有比这个更扯的吗 我没有看错吧 这不是紫阳古宅吗 灵异工会还能和其他工会好好做朋友了 我靠 这灵异工会的工会会馆也太高大上了 容纳数千人都是小意思吧 这不算什么 我有一个兄弟就是灵异工会的 听说会馆里面更牛 会馆的一楼大厅除了有高级酒吧外 里面出现不少NPC在颁布工会任务 这些工会任务比起冒险者工会街道的任务好太多了 不仅经验更多 奖励的东西也非常丰厚 甚至有秘银级物品 此外在会馆里面休息 还可以储存双倍经验值 更有私人房间可以租用 一时间众人都开始踊跃报名 在灵异工会驻地前排起了上笼 光是目测就超过三万人不止 高等任务双倍经验值 私人房间等等福利 完全让散人玩家们都疯狂了 而灵异驻地的事情一出来 整个新月王国的各大工会都乱了 原先各大工会觉得 灵异拥有工会驻地又能怎么样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工会驻地竟然有着如此大的作用 他们一直以为工会驻地 不过是一个工会建立的标志 可以让工会玩家 有一个汇聚聊天的地方而已 现在看到了工会驻地的作用后 各大工会的高层都感到被挤意涵 工会驻地实在太可怕了 不仅可以让工会成员的升级速度大增 还让工会有了金币来源 不用再去刷金 用信用点来购买金币 而且还可以快速提升工会等级 此外还有诸多好处 让他们这些工会怎么去比 有了这些 一个工会的发展速度 根本没法想象 一些原本不把灵异工会放在眼里的一流工会 此时也都重视起来了 风少 现在灵异公布了工会驻地 整个新月王国的关注的目标 又转向了灵异工会 一笑倾城的副本手通 根本无法对灵异工会的招心 造成什么破坏 我们是不是先专心 巩固好白河城的峰会 男狼小心地看着怒气冲冲的风轩阳 低声说道 灵异工会这一手玩得的确好 我是小看了黑眼 不过 你以为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风轩阳冷笑道 敢和我作对 下场从来只有一个 立刻告诉一笑倾城那边 不要怕花钱 能把去灵异工会的玩家抢多少就多少 我倒要看一看 一个没有大量玩家的工会 怎么发展起来 就在风轩阳下令后不久 一笑倾城也行动起来 而一笑倾城的举动 完全让白河城的各大工会都看呆了 一笑倾城简直封了血厌 看着最新收集过来一笑倾城的情报 一笑倾城为了抢到了散人玩家 一再提升工会福利 完全不计成本 到如今的工会福利 已经是岸心工会的四倍 光是普通成员的待遇 就比其他工会精英成员的待遇还要高 更不用说精英成员了 甚至公然挖人 但凡灵异工会的普通玩家 进入一笑倾城后 待遇都是其他成员的三倍 原本一笑倾城提升的待遇 就够惊人了 灵异的成员再提升三倍 这让灵异工会的成员 怎么能不动心 一些灵异成员 已经有了退出灵异工会 加入一笑倾城的想法 一笑倾城 这是想用钱砸死我们吗 水色强微微微皱眉 神色凝重地苦笑道 一笑倾城这一招 实在阴狠 灵异不过是刚发展起来的工会 资金本来就不充裕 根本没法 和有大量资金支持的一笑倾城相比 一笑倾城如此高价挖人 工会里又有几个人能不动心 就在一笑倾城开始挖人大战时 石峰也终于把刀锋恶魔 跑成了残血 死吧 石峰一个紧急转身 就冲向了残血的刀锋恶魔 深渊束缚 火焰爆炼 一下就把刀锋恶魔给束缚住 随即炙热的深渊者 就砍在了刀锋恶魔的身上 一连十二件 每一件的伤害都超过两千 淡掉了仅剩两万多生命值的刀锋恶魔 石峰看到刀锋恶魔身旁掉落了一张纸片 原本还以为是传承之章 捡起来一看 顿时呆滞了半天 甚至石峰都怀疑自己看错了 断钢锻造设计图碎片 史诗级唯一套装 一共六件套 目前碎片数量118 不会吧 石峰看着手中的设计图看了半天 心中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之前在神木获得的 金金级龙龄套装锻造设计图 已经是目前最顶级的套装 没有之一 不过以石峰的锻造水平 根本制作不出来 必须晋升到高级锻造师才有可能 但是晋升高级锻造师 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石峰当时根本没有那个时间 现在又爆出了一个史诗级套装设计图 如果能穿上一套史诗级套装 那杀起玩家就跟切西瓜一样 真当无人能敌 原本石峰头疼 怎么对付名符所掌控的武座城市 现在完全不愁了 只要穿上一套断钢 他一人就足以让这些工会发愁了 现在知道 原界剑狱的刀锋恶魔 掉落断钢套装的锻造设计图 石峰就算再苦再累 几天不休息 也要全部弄到手 一时间 石峰的动力满满 掉头就冲回剑锋山 寻找下一个刀锋恶魔 不知不觉中 神域的一天又过去了 在下线休息前 石峰又击杀了数十只白骨巨人 和数十只刀锋恶魔 在原界剑狱的两天时间里 石峰一共得到了33张传承之章 和8张断钢设计图的碎片 距离及其传承之章和断钢套装 已经不是很远了 石峰连续在神域里待了两个自然日 没有下线休息 一从虚拟实境仓里出来 就感到很是饥饿 不过身体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反而很轻松舒爽 一点都不像是躺了48个小时不动的身体 不愧是虚拟实境仓 就连对S级营养药剂的吸收 都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石峰握了握拳头 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受了一下身体状况 微微一笑 现在的权力应该有320千克左右了吧 S级营养药剂 原本需要5天的时间来消化吸收 恢复身体内的潜在生命力 修复身体内部受损的细胞 但是才两天的时间 石峰就已经把S级营养药剂 完全吸收了 身体情况按照石峰的估计 应该勉强达到了 职业格斗选手的标准 比起上一世的身体 不知道强出多少 至少现在他的身体素质 相比那些神域里的巅峰高手 不再是劣势了 年轻就是好 要是等到25岁以后再锻炼 根本就不会有多大的效果 石峰对于现在的身体素质 感到很满意 只要他再努力锻炼下去 身体素质还会提升 到时候 就能让大脑发挥出很多的潜力 突破他一直无法跨越的界限 离开了虚拟石浸仓后 石峰虽然很饥饿 但是没有 立刻就去吃饭 而是走到客厅里的冰箱前 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 A级营养药剂 咕噜咕噜几口 就灌进了肚子里 48个小时没有吃饭 虽然有虚拟石浸仓的保障 但是也不能立刻就去吃饭 这对身体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最好是喝下营养药剂 让肠胃适应一下 石峰感觉恍如做梦 就在十多天前 他还会为食性用点的套餐感到肉疼 现在喝下一万性用点的营养药剂 竟然没有一点感觉 固然有重生的缘故 但是更多是实力带来的心态变化 就在此时 门铃突然响了 石峰通过光脑手表 立刻就从门口监视仪 看到了黑子的身影 此时黑子 不知道为什么 神情很是焦急 看上去是有急事 石峰就通过光脑手表 打开了紧锁的大门 峰哥 你这两天是怎么了 我一直联系 你都联系不上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黑子走进来 看到正在喝着营养药剂的石峰 不由松了一口气 我能出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石峰笑了笑说道 当然了 一笑倾城这段时间 一直挖脚我们灵异的人 虽然我们工会的人数不断增多 但是不少人都想着去一笑倾城 毕竟一笑倾城开出的待遇太丰厚了 让很多人无法拒绝 原本我的意思 是想提升灵异的待遇 可是水色姐那里说不行 活物姐她不管工会的事物 只关主力团的事情 而且她也表示赞同 可是我们灵异工会再这样下去 走出去的人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人心散乱 对于灵异的影响也不好 必须要一个解决之法 我一直想要联系你 可是你始终联系不上 我不是亲自来找你了 黑子大致把灵异工会的情况说了一下 石峰也算是大致了解了 一笑倾城 还真是想用钱砸死灵异啊 石峰不禁苦笑道 风哥 你怎么也这么说 之前水色姐这也这么说过 黑子听到石峰说话 感到很是惊愕 我知道 不过我现在因为任务脱不开身 你回去告诉水色 继续对外招人 而且要把进入灵异的要求放低一些 待遇不变 我倒要看一看 你能挖多少 有多少钱往里面扔 石峰也支持水色强威的举动 如果像黑子说的提升待遇 的确可以缓解工会内的成员不稳定的心理 但是对面同样可以加大砝码 到时候灵异就必须提升待遇 一笑倾城 同样在加大砝码 就像是滚雪球 越滚越大 变成一场经济战 就看谁的资金充裕 就能玩死谁 一笑倾城 就是吃定了这一点 哪怕花费十多倍的钱 根本就是大出血 他也会做下去 因为他的底气太足了 完全可以玩死灵异 如果灵异提升待遇 的确会让一笑倾城损失更多 但是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 灵异必败 灵异可没有大财团支持 没有足够的资金 和一笑倾城拼财力 如果提升灵异的待遇 那只是自掘坟墓 拿自己的弱项 对付别人的强项 所以一开始就不要去拼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对于这种情况 石峰上一世 也不知道看过多少次 也早就考虑过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 按兵不动 该干什么干什么 他强由他强 清风扶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照大江 而且石峰在建立工会之初 就是想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工会 而不是因为一点利诱 就有不少人离开的工会 这样的人 他们灵异也不需要 石峰倒是要感谢一笑倾城 帮他去砸刘金 黑子听了后 是一阵无语 不过石峰都这么说了 他自然也是全力支持 其实在内心中 他也知道提升待遇 只会加大灵异的负担 但是不提人心惶惶 既然石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那么他的心也就稳了 有了石峰的肯定回答后 黑子又把灵异最近的招心情况 简单地说了一下 一笑倾城的出现 并没有让灵异的招心变得没落 反而变得更为火爆 暴民的玩家更多 甚至一些其他工会的玩家 都会退跑来灵异 灵异驻地的门口 是人山人海 那景象完成了 白河城的一道风景线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灵异已经是 白河城的主人了 知道的人都暗暗嘲笑 灵异原本只有5000多人的工会 经过两天疯狂的招心 也扩展到1万多人 如果不是一笑倾城的 抢人计划 灵异现在的成员破3万 都不是问题 之所以这样 主要是因为很多玩家 先参加灵异的测试 通过后直接跑去了 一笑倾城哪里 这样待遇可以翻三倍 也就是其他工会12倍的待遇 怎么能不让人眼馋 这样下去 对于灵异也不好受 必须早一点想个办法了 时风听了之后 微微皱眉 一笑倾城长此以往下去 固然是花钱如流水 但是各种挖灵异成员 同样会增加一笑倾城的威望 让一笑倾城在白河城的实力大增 其他人不知道 一笑倾城的身后 有冥府坐靠山 但是时风知道 而且白河城四周 更有其他四座 受着冥府掌控 将来如果打起来 灵异可是腹背受敌 在黑子说完灵异的情况后 就立刻赶回了灵异工作室 时风则开始锻炼 S级营养药剂吸收完毕 正是进一步提升身体素质的好时候 不过相比以前的强化训练 时风现在的训练 多以调节为主 直到下午 时风随便叫了一个外卖 吃完饭后 再次进入神域里 面对一笑倾城 现在的金钱碾压 时风也没有想到什么好主意 唯一的办法 也就是提升自身的实力 时风一上线 就接着开始了 寻怪杀怪的乏味行动 经过前两天的搜寻 时风已经大致掌握了 剑锋山四周怪物的刷新时间 真要说什么地方怪物最多 就属剑锋山里了 不过时风一直没有上去 并非时风不想去 而是时风总有一种直觉 圣石大的传承 不是那么好通过的 虽然对付白骨巨人 和刀锋恶魔已经很难了 但是传说级的任务难度 可不只是这么简单 真要说 圆界剑狱什么地方最危险 在时风看来 也就是剑锋山了 所以 时风寻找怪物 都是在剑锋山附近寻找 一直不踏入剑锋山里面 暗暗提升实力 在圆界剑狱里 玩家无法获得经验值 掉落也就只有传承之章 和断钢设计图的碎片 没有其他东西 不过在这里 却有一个好处 技能熟练度 没错 这里的怪物 都是25级以上的精英怪 甚至时风主要对付的 白骨巨人和刀锋恶魔 都是30级的头领 在等级上超出时风8级 时风使用技能攻击后 获得的技能 熟练度都有加成 每次都能提升5-6点 在外界 可没有无穷无尽的 高等级头领 可以给人杀 所以 在圆界剑狱里 时风的技能等级很快 原本需要大量时间提升技能 时风不过两天的功夫 攻击系的技能都达到了10级以上 有的已经达到了11级 只要突破12级 就能晋升为一阶技能 玩家虽然有提升技能等级的武器装备 但是这种提升 不会让技能得到质变 无非是从12级提升到14级 或者更高级 却无法晋升为一阶技能 这需要玩家自己真正的技能等突破12级才行 只要掌握了一阶技能 时风的战力 还能再次增加不少 所以 时风才会耐心地在剑锋山外杀怪 时风就这么不断找怪杀怪 不停使用技能 让技能熟练度快速提升 重复机械做工 不过随着击杀的怪物越来越多 时风也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传承之章 和断钢设计图碎片的掉落率 越来越低了 从开始四五只就能掉落一个 变成了现在十多只掉落一个 时风手中的传承之章 和断钢设计图碎片越多 想要及其越难 如果不加快击杀速度 恐怕三五天内根本急不齐 但也不得不说 在外界 原本玩家要花费星号星号天的功夫 才能提升从十一级提升到十二级 在时风手中只用几个小时 效率极高 不过神域里大半天的功夫 时风的斩击技能就晋升为一阶技能 斩击 动作类 需求剑 附加600点基础伤害 一秒钟内最多可以连续挥出三次 如果击中同一位置 伤害提升50 攻击范围6码 冷却时间3秒 技能等级一阶一级熟练度 030000 相比十二级的斩击 基础伤害并没有增加多少 但是却可以一秒钟挥出三次 相当于一下用出三次斩击 而且击中同一位置 伤害提升50 一阶技能 相比零阶技能 不仅威力提升了 攻击的自由度也大幅提升了 也就是说 玩家的技术越高超 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 把玩家之间的差距拉得更远了 这也是为什么同等级 一阶玩家 要比零阶玩家强很多 更别说一阶玩家的属性和技能更多 根本不是零阶玩家能对抗的 好久没用一阶的斩击了 就拿你来试一试手吧 时封一下冲到了白骨巨人的侧身 用出一阶斩击 只见深渊者的剑刃上 多了一层锐利的剑气 一瞬间挥出三剑 三道剑气合一 化为了一道更强更锐利的剑气 一下砍在了白骨巨人的关节处 137620482062 一瞬间 除了冒出三个高额的伤害外 一只不为时封攻击所动的白骨巨人 突然摔倒在地 一阶技能的威力可见一斑 白骨巨人倒地后 时封的攻击也更容易了 猛然用出一个个技能 只要白骨巨人站起来 再次用出斩击攻击腿的关节处 再次击倒白骨巨人 不一会 白骨巨人就被时封轻松干掉了 原本很花时间的战斗 因为一阶斩击 让时封击杀白骨巨人 和刀锋恶魔轻松了不少 技能的频率也越来越频繁 时封又花费了两天时间 终于把最难提升的燕雷暴 也晋升到了一阶技能 这样 时封需要熟练度提升的攻击技能 一下都成了一阶技能 相比进入原界剑狱前 时封的战力又提升了一大截 也差不多可以进入剑锋山了 时封来原界剑狱已经四天了 大量的击杀头领的白骨巨人 和刀锋恶魔 能获得的传承之章 和断钢设计图碎片 也到了极限 不管杀再多 也不掉落了 时封要不是为了把攻击技能 晋升到一阶 把战力提升到目前的极限 恐怕早就冲进剑锋山了 虽然在技能的 等阶还可以提升 但是技能升到一阶 再从一阶升到二阶 所需要的技能熟练度太多了 根本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 再加时封所剩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之前 时封和白清雪 已经约好了十五天时间 所以 时封不得不行动了 而且这段时间里 白河城也发生了大事 在一笑倾城 拿下枫叶城的大型团队副本的手通后 再次拿下了 白河城大型团队副本 长眠之地的手通 而白清雪所率领的 世身之舌 慢了一步 第二个通过长眠之地 虽然只是一名之差 但却是天壤之别 因为第一个通过的团队 可以得到系统通告 第二个却没有 想要再上系统通告 除非白清雪 拿下地狱级长眠之地 不过地狱级的长眠之地 可比困难级厉害太多了 花费大量时间 再去攻略地狱级长眠之地 根本得不偿失 还不如把精力 放在了攻略二十级的 大型团队副本 尤其是百人副本 相比十级到二十级 二十级到三十级 可是一个很大的跨度 因为神域升级 越往后面越慢 玩家升到二十级 以后就更慢了 所以 留给各大工会的时间 也就更多 剑锋山上 石锋一路上 并没有遇到任何威胁 也没有找到任何怪物 不过越是 接近山顶的光芒之处 天空中悬浮的利剑越是迅捷 而且 数量也不断在增加 让山上的难度大增 难道只是这个程度 石锋感到很是诧异 这些利剑 的确给他造成了一些麻烦 但是通过闪躲和抵挡 一路跑向山顶 没有任何问题 石锋花费了四天时间 一共收集到了 四十九张传承之章 和十七张断钢断造设计图碎片 距离及其都只差一张 作为唯一的出口 山顶上肯定有 最后的传承之章 和设计图碎片 那是什么 石锋突然发现 前方的山顶上 冒出一个个身披铠甲 手拿巨剑的骑士 看上去威风凛凛 不同于白骨巨人 和刀锋恶魔 这位巨剑骑士 不是怪物 而是NPC 多伦帕雷 一阶魔法骑士 等级三十级 生命值三十万 原本三十级的一阶NPC 就要比三十级的头领 更难对付 而眼前的一阶NPC 明显不简单 生命值足有三十万 比起三十级的头领 生命值都差不多 技能强 智能更高 生命值还真多 对于玩家来说 简直是噩梦 不过 石锋现在也没有退路 直冲而上 做好了一边应对 多伦帕雷这个魔法骑士 一边对付天空中的 利剑攻击 可是 石锋刚踏入 多伦帕雷所在的平台 天空中的利剑攻击 也随之停止了 挑战者 你既然能走到这里 说明的确有一些实力 有资格跟我交手 只要你击败了我 你就可以继续前进 多伦帕雷并没有 一上来就动手 反而看着石锋 一脸兴奋地解释道 你现在有五分钟的 准备时间 五分钟后 我就要开始攻击 当然你也可以 提前发动攻击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一对一的决斗吗 石锋看了看四周 的确没有什么陷阱 或者是其他怪物 不过想一想也是 眼前的NPC 可是一阶职业 普通玩家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既然可以休息五分钟 石锋当然不会浪费 直接在原地坐下 拿出了美味的牛肉吃了起来 不仅可以恢复体力和生命值 还可以增加一些属性 长时间的奔跑和闪避 虽然对于玩家的身体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对于玩家的精神力 有着不小的消耗 能休息五分钟 对于石锋来说 很够了 在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里 石锋也不光是吃喝 更多的是观察四周的地形环境 研究多伦帕雷这个NPC 魔法骑士这个职业 石锋以前见过 那可是稀有隐藏职业 高等传承之一 魔法骑士和新术师这两个职业 都是出了名的剑走偏锋 新术师的攻击以诡异著称 魔法骑士的攻击以暴力著称 相比一阶剑士来说 一阶魔法骑士的攻击力 更高更多样化 因为他们会使用各种魔法强化攻击 是物理和魔法的双重攻击 就算是一阶顿战士 面对魔法骑士的攻击也扛不住 不过弱点也很显著 为了增强攻击力 而舍弃了保命计 在生存能力上极差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石锋当然不会等到五分钟后 等多伦帕雷攻击他 这种战斗必须抢占先机 所以就要先一步出手 在接近多伦帕雷四十码后 石锋突然动了起来 取出赤火飞星扔了过去 只取多伦帕雷的要害 多伦帕雷不屑冷哼一声 抽出身后白银大剑轻轻一挥 一刀刀火刃就飞了过去 撞在了赤火飞星上 立刻就击飞了赤火飞星 略向石锋而去 不过火刃刚飞到一半 石锋就突然出现在了 多伦帕雷的身后 一招斩机砍了过去 多伦帕雷顿时一笑 猛然转身 白银大剑上的火光更盛 灰剑一转就掀起了一道火焰风暴 直扑石锋的深渊者上 两剑碰撞在一起 火星四剑 双方一连对拼了数十剑 在力量上石锋明显不如多伦帕雷 不过石锋在攻击速度上 却要超过多伦帕雷 哪怕石锋节节败退 多伦帕雷也无法对石锋造成致命伤害 但是这么一直耗下去 最终的结果还是 石锋完蛋 毕竟三十万生命值 石锋不过三千多生命值 一百比一的差距 如果双方的战力相差不多 自然是生命值少的一方必输 何况石锋的战力并不如多伦帕雷 对于灵阶的你来说 能和我战斗到现在值得夸奖 不过你面对这一招呢 多伦帕雷微微一笑 白银大剑上的火光顿时消失不见 一股寒气包裹住了白银大剑 只是轻轻一挥 方圆四十码范围就成了极寒之地 令石锋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大减 石锋的速度优势荡然无存 石锋一看 连连后退 想要脱离寒冰领域 他没想到多伦帕雷的智能这么高 竟然会抓住玩家的弱点攻击 虽然这样的NPC在神域后期很常见 但是在神域非常少见 无疑不是三阶NPC 但是眼前的多伦帕雷 不过是一阶NPC 却有这么高 高等智能 这么打下去 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石锋看着冲上来的多伦帕雷 脸色凝重 如果只是普通的一阶NPC 哪怕生命只有三十万 他也有把握拿下 在来离开白银城之前 他已经从仓库里 拿了大量二阶魔法卷轴 足足一百多张 这些二阶卷轴 大部分都是从携手回大本营里得到 还有不少是工会理下团队 副本掉落的 原界剑狱和石锋参加十二试炼不同 在十二试炼时不能使用道具 但是原界剑狱 却没有这个限制 可以随便使用魔法卷轴 一百多张二阶魔法卷轴 用来对付一阶三十级NPC 实在太容易了 哪怕多伦帕雷 拥有三十万生命值 也不是不能打 但是现在不同了 上一试经常和高阶NPC战斗的石锋很清楚 拥有高等智能的NPC 对于魔法卷轴都有极大的警觉 在玩家使用魔法卷轴时 都需要一小点施法时间 高等智能的NPC发现后 都会紧急回避 拉开施法距离 要不然就是打断魔法卷轴 根本不给玩家使用魔法卷轴攻击的机会 眼看多伦帕雷冲到身前 石锋立刻挥动深渊者 指向了多伦帕雷发动深渊束缚 九条漆黑的锁链 忽然从地面冒出 多伦帕雷轻哼一声 白银大剑一挥插入地面 一道金色的魔法阵 在多伦帕雷的脚下升起 把多伦帕雷完全包裹住 绽放出淡淡的金色光韵 九条漆黑的锁链 一碰触到金色的光韵 瞬间就化为烟雾消失不见 看到多伦帕雷身上的金色光韵 石锋是无比眼熟 这一招名为自由意志 可以让使用者免疫一切控制和限制效果 像深渊者束缚这样的限制技能 就完全没用了 石锋一咬牙开启预风飞行 速度暴涨150 还能飞行 立刻甩掉了多伦帕雷 一下逃出寒冰领域 虽然石锋能飞 不过在战斗一开始后 整个战斗平台 都被一个巨大的魔法结界笼罩 就算石锋想逃 也逃不远 等到预风飞行的20秒一过 多伦帕雷还是能追上他 这样下去 迟早一死 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 多伦帕雷始终紧追着石锋不放 不过多伦帕雷是魔法骑士 虽然有强大的破坏力 正面战拥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缺乏保命技能和控制技能 所以 多伦帕雷也拿速度极快的石锋无奈 气得直跳脚 对付石锋 在寒冰领域下 明明三五招就可以搞定 可是石锋却像兔子 不仅灵活 逃命能力也是一流 看你还能飞多久 只要你下来 就是你的死气多伦帕雷死死盯着天空上的石锋 轻吼一声 而天空中的石锋 一直在静静观察 越是绝境越要冷静 这是神域生存的基本 一个临阶玩家对战 一个拥有高等智能的一阶魔法骑士 而且还是生命值高达三十万的魔法骑士 怎么看都是必败无疑 如果换成其他人 恐怕早就死翘翘了 但是石锋很清楚 既然是传承考验 就不可能这么耍人 应该有一线生机 不过生机在哪里 整个平台都被魔法节节包裹 完全是一马平穿的地形 活动范围十万零一百马 整个平台都是由黑色石板铺成的 这些黑色石板上都刻着古怪的图案 而十多块黑色石板上的图案合在一起 又组成了石锋没来没有见过的魔纹 此外 整个平台里 什么都没有了 难道一线生机 就是这些魔纹 石锋自认对魔纹有些了解 但是看到石板上的魔纹 它也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这些魔纹有什么作用 眼看玉峰飞行的时间结束了 石锋刚一落地 多伦帕雷就冲了上来 石锋连忙开启炼狱之力 随后猛然一跃 深渊者高高举起 剑身上冒起雄雄烈火 夹杂着金色的电弧 直落多伦帕雷的面门而去 顿时多伦帕雷的四周空间都凝固了一般 行动变得缓慢起来 一接验雷暴 不仅攻击范围威力变大了 就连眩晕时间也变成了六秒钟 此外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让1010码范围的敌人行动迟缓 速度只有之前的六分之一 随后秒过一秒 恢复六分之一的速度 多伦帕雷冷哼一声 再次开启自由意志 立刻解了迟缓效果 同样一招裂焰十字剑 迎向了石锋的焰雷暴 两者碰撞 炸起无数火花 地面都为之碎裂 而石锋整个人都飞了数码外 重重摔在地上 石锋只感觉全身都抹了 生命值也开始疯狂下降 不过眨眼时间 石锋的生命值就降到了一千点以下 还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石锋一击零 立刻从背包里 拿出一瓶终极恢复药剂 一口灌下 这才让下降的生命值停下 勉强维持在八百多点后 缓缓上升 最终恢复到了一千一百多点生命值 明明都是一阶技能 燕雷暴已经是破坏力很惊人的技能了 可是和多伦帕雷的烈焰十字斩队拼一下 光是碰撞的冲击力 就让他掉了大半生命值 要是再来一下 他肯定死了 此时 石锋的全身已经抹了 像一动一下胳膊都难 已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应对多伦帕雷的下一轮攻击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应该立刻强攻的多伦帕雷 竟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是怎么了 石锋很诧异 此时多伦帕雷死死盯着他 杀气冲天 根本不像是留给他喘息之机的样子 可是多伦帕雷却停了下来 只是看着他 不对 他的盔甲 石锋发现 多伦帕雷的黑色铠甲上出现了裂纹 不过这个裂纹在缓缓恢复 难道是我的攻击 让他的盔甲损坏了 石锋心中有些不确定 想要再试一次 此时石锋行动困难 多伦帕雷也不移动 石锋就从背包里 拿出了二阶魔法卷轴炎龙之物 二阶魔法卷轴的使用需要时间 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是对付普通玩家和boss 这点时间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 在高等NPC和高手玩家面前 这点时间足以闪躲和要命了 石锋刚摊开了魔法卷轴 多伦帕雷的盔甲也完全恢复了 看着石锋的眼神中满是嘲弄之色 举起白银巨剑猛然一跃 直冲石锋而来 速度快得惊人 石锋正在启动 炎龙之舞的魔法卷轴 只要移动 前功尽弃 快 快点 石锋此时很着急 可是炎龙之舞的启动条 还没有完全读取完 多伦帕雷猛然一跃 提起白银巨剑 直落石锋的头顶 白银巨剑上 缠绕着深红色的火蛇 就连四周的空气都挣腾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 炎龙之舞的启动条也好了 顿时赤红色的魔法卷轴 冒出冲天大火 化为一条火焰巨龙直冲天际 张开大嘴 就要向多伦帕雷 多伦帕雷不屑一笑 不仅没有闪躲 反而双手握紧白银巨剑 更用力地砍了下去 火蛇和炎龙碰撞在一起 炎龙之舞属于二阶魔法 威力上更胜一筹 火蛇直接被炎龙给吞噬了 多伦帕雷也被击飞开去 头上冒出了一个一万多点的伤害 不过对于多伦帕雷三十万的生命值来说 只是挠痒痒罢了 多伦帕雷落地后 立刻就站了起来 冲向石峰 没有丝毫的停顿 表现的和之前完全是两个模样 而且 这一次多伦帕雷身上的盔甲并没有出现裂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石峰看着毫发无伤的多伦帕雷 完全不明白了 炎龙之舞明明要比他使用的燕雷暴威力更大 甚至对多伦帕雷造成了一万多点伤害 可是多伦帕雷的盔甲并没有出现裂痕 反而龙金虎猛 斗志更高了 看到这里 石峰已经完全明白 之前的现象 肯定不是对多伦帕雷攻击造成 眼看多伦帕雷再次冲了过来 石峰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希望这招管用吧 石峰此时身体还有些麻木 就算多伦帕雷不使用寒冰领域 他正面也扛不住 至于逃跑技能都已经用完了 随即举起深渊者用出裂的斩 锋利无比的深渊者 一下刺进了黑色石板中 石峰蓄力猛然一挥 石峰这一件的攻击目标并不是多伦帕雷 而是脚下的黑色石板 多伦帕雷看到这一幕眼角欲裂 恨不得生吞了石峰 速度又快了几分 不过多伦帕雷的速度再快 也没有石峰攻击脚下石板的速度快 深渊者猛然一挥 黑色的石板就被银灰色的剑气轻松切开 一下子数块黑色石板都被一剑两段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裂痕 紧接着多伦帕雷身上的盔甲 也裂出了一道清晰可见的裂纹 太好了 猜对了 石峰心中狂喜 如果攻击脚下黑色的石板 就能让多伦帕雷不能动弹 那么他就可以随便使用二阶魔法卷轴 这样绝对可以把多伦帕雷轻松干掉 卑鄙的挑战者多伦帕雷 完全没有之前的轻松 双眼变得血红 永远沉沦在这里吧 多伦帕雷身上的铠甲 虽然出现了更大的裂纹 但是多伦帕雷这一次没有停下脚步 冲到了石峰的身前 一剑就砍了下去 裂焰十字斩 石峰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 本能地用出招架来抵挡 砰的一声 石峰一连退了三四步 才稳住身体 虽然石峰被击退了 还用出了保命计招架 但是石峰脸上却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原本以多伦帕雷的这一剑 哪怕他抵消了伤害 但是身体受到的冲击并不会减少 他至少也要被冲飞十多马外 现在不过退了三四步 只是双手有些发麻而已 足以证明多伦帕雷的力量变弱很多 之前多伦帕雷之所以不立刻冲上了攻击 就是担心暴露了攻击脚下的黑色石板 会让他的力量大减 所以才停着不动修复盔甲 说是修复盔甲 不过是多伦帕雷在掩饰修复黑色石板而已 因为以多伦帕雷当时的位置 正好挡住了石峰的视野 无法看到多伦帕雷的身后被破坏的黑色石板 第二次之所以跳跃起来攻击 就是为了防止炎龙之舞再次破坏黑色石板 可惜多伦帕雷一再掩饰的行为 也无法逃过石峰这野生动物一般的洞察力 多伦帕雷自知暴露了 也就不再掩饰 所以疯狂攻击想要早一步除掉石峰 不过被发现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 知道了多伦帕雷的弱点 石峰也开启欲剑回天 用出风雷闪攻击地面 一道道青色雷光化为一头头恶狼 直接击穿了黑色石板 把黑色石板变成了碎石块 给我去死 多伦帕雷怒火冲天 一剑剑看在石峰身上 可是每一剑都被欲剑回天所免疫 而且多伦帕雷是一剑比一剑弱 眼看欲剑回天的抵御次数要没了 石峰把七药之界的风之环 立刻替换成了水之环 水之环可以使玩家治疗提升六十 施法消耗降低三十 拥有技能生命绽放 能立即给指定目标 每秒恢复二十的生命值 持续时间四十秒 冷却时间一分钟三十秒 石峰现在生命值不过一千一百 哪怕多伦帕雷变弱了 石峰战斗起来根本扛不住几下 所以对自己使用了生命绽放 刹那间 石峰的生命值就恢复了一千多点 以后每秒都可以恢复一千多点生命值 持续四十秒 随后 石峰就开始和多伦帕雷 开始正面战 石峰一边抵挡多伦帕雷的攻击 一边攻击脚下的黑色石板 根本不和多伦帕雷纠缠 虽然多伦帕雷很厉害 使用烈焰十字斩后 更是破坏力惊人 石峰哪怕使用斩击抵挡 还是会受到超过一千五百多点的伤害 但是烈焰十字斩的冷却时间不短 等到多伦帕雷再次使用烈焰十字斩时 石峰的生命值也早就全部恢复了 短短四十秒钟的时间里 石峰就把整个平台的黑色石板破坏了大半 而多伦帕雷也实力骤减 不仅力量下降了 就连速度也下降了很多 让石峰应对起来是越来越轻松 偶尔用初幻影斩 让分身来拖住多伦帕雷 石峰躲在一旁使用二阶魔法圈轴 飞快破坏黑色石板 把多伦帕雷气得吐血三声 却没有任何办法 石峰还没有去捡起掉落 石峰背包里的所有传承之章就飞了出来 和最后的传承之章融合为一 变成了一本厚重的古书 在古书的封面写着大大金色的神文 把这些神文翻译成玩家能理解的意思就是 传承之书 看到金光闪闪的传承之书 石峰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样考验算是完成了吧 石峰收起了地上的吊落 走到悬浮在半空的传承之书前 随即点击了传承之书的信息显示 系统完成度70 是否打开传承之书 接受传承 怎么才70啊 石峰微微诧异 看了又看 最后才肯定自己没有看错 辛辛苦苦打败了多伦帕雷 这样一阶巅峰的魔法骑士 结果却完成70 神域的传承分等级 同样每个等级也有差别 这个差别就看传承考验时的完成度 51-60的完成度为C级评价 可以得到传承的基础技能 61-70的完成度为B级评价 除了得到传承的基础技能外 还可以得到1-3点传承技能点 71-80的完成度为A级评价 除了得到传承的基础技能外 还可以得到5-9点传承技能点 81-90的完成度为S级评价 除了得到传承的基础技能外 还可以得到10-18点传承技能点 91-100的完成度为SS级评价 除了得到传承的基础技能外 还可以得到20-36点传承技能点 传承技能点是用来解封传承之书上的职业技能 而且越是强大的职业技能 解封需要的传承技能点就越多 一个玩家强大技能的多寡 可是决定玩家战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尤其是强大的职业技能 所以传承技能点非常重要 但是传承技能点的获得并不容易 除了得到传承之书后 每升三级可以得到一点传承技能点外 只有完成一些特殊任务和挑战才能得到 可以说是非常稀少 光一个B级评价 最多能获得三点传承技能点 十锋对此可不甘心 好像容易得到了剩十大传承 就三点传承技能点怎么能满足十锋 而且70的完成度只要再增加 一就是A级评价 可以得到最少五点的传承技能点 两点之差 可是要六级才能弥补 70的完成度 难道是我投机取巧 干掉了多轮帕雷 所以才给这么低的完成度 十锋拒绝了打开传承之书 暗暗思量起来 在十锋上一世的记忆里 传承考验都要完成某些特定事情 才会增加完成度 不过十锋来原界监狱也四天了 自从来到原界监狱里 十锋就不停在观察 注意着原界监狱里的特别之处 就是为了防止自己漏掉什么 导致完成度不高 可是经过这么多天的仔细观察 就连剑锋山石锋也仔细地看过 一直到山顶这里 都没有发现特殊之处 我到底还漏掉了什么 十锋自认为做得很完美 没有漏掉任何可疑之处 就连断钢套装的设计图 他也凑齐了 至于山下的白骨站 将白骨巨人刀锋恶魔都 是无限刷新的怪物 根本不可能全部清理掉 难道是这些东西不成 十锋收起了传承之书 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把漆黑的剑形钥匙 和一块银色石板 多轮的钥匙 这是一把奇特的钥匙 上面散发着淡淡的上古魔力 剑机密传 上面的图案非常模糊残缺 无法从中得到任何信息 不过图案中蕴藏着某种神力 如果能把所有石板集齐 就可以恢复石板上面模糊残缺的图案 拥有数量 十六 剑机密传这东西 是石锋第一次听说 不过看样子 应该跟传承考验没有什么关系 毕竟要凑齐六块 怎么看剑风山都不可能 再出现多轮帕雷这样强大的敌人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多轮的钥匙 多轮帕雷 作为剑风山上最后的boss 以它为名掉落的钥匙肯定跟剑风山有关 既然有钥匙 那么肯定可以用在剑风山的某一处地方 石锋收起了钥匙和石板 开始从下网上的地毯式搜索 仔细地探索剑风山的每一处 就在石锋进入原界界狱的这段时间里 整个星月王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星月王国各大城市的十级大型团队副本 也纷纷被攻略 爆出一条又一条系统通告 一时间整个星月王国都活跃了起来 而且因为灵异的刺激 各大工会都疯狂起来 纷纷开始冲刺声望 想要早一日得到自己的工会驻地 在灵异工会公开工会驻地的这段时间里 虽然一笑倾城 花费巨资 挖绞了不少灵异工会的成员 对灵异工会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但是灵异的发展并没有停止 反而在不断壮大 人数从一万多人扩建到了近两万人 而且灵异工会的成员等级普遍很高 现在白河城普通玩家的等级都有18级左右 工会的精英玩家也有21级左右了 而灵异工会的普通成员就有20级了 精英成员都在22级以上 虽然工会之间的精英玩家之差一级 但是其中的经验差距可是极大 工会驻地里NPC发布的任务 大多都是高等任务 不仅奖励的经验高 奖励的物品也很好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得到的钱多 比起其他工会的玩家 灵异成员的日收入是其他工会成员的两三倍 这可让众多玩家羡慕不已 正因为如此 一笑倾城的高价挖角 才没有把灵异击 清雪 你这次真打算这么做 飞烟魔女赵月如焦急地问道 我也不想 但是我现在必须冒这个险 要不然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你也清楚 白清雪静静看着手中刚拿到的情报 月眉微皱 可是赵月如想要劝解 但是话到口中又闭了嘴 因为她知道 不管现在怎么样 最后始终都会有一战 只是这一战来得太早了 早到她都没有准备好 清雪刚得到的情报你也看见了 就凭我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是对手 你就安心吧 如果没有把握 我也不会做出这么冒险的举动 白清雪脑海中 想到了夜风战斗的背影 浅浅一笑道 赵月如看到白清雪的表情后 微微惊愕 面对现在的困境 她没想到 白清雪竟然还会露出这么自信的笑容 而在剑风山 石峰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在山腰里 找到了一处水潭 这个地方倒是有一点可疑 石峰缓缓走到了水潭前 把手伸进水潭 只是一小会的时间 石峰就感觉手都快冻僵了 这里水潭里的水太冰冷了 她要是整个人进去 绝对会被冻死